杨子这位年级25岁的中国当户年演员在最近一次舞台表演中建议患病身体坚强的姿态 向观众们展现出了自己的非凡才华 他的表演不仅完美无缺更让人感动不已 今天要为大家带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闻 那就是我们的偶像杨子在最近一次的舞台表演中带着患病的身体所展现出的非凡才华 让人们敬佩不已 作为名优秀的演员杨子一直以来都是以其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精神闻名于业内 然而这次他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身体的不适 大家都知道演艺圈竞争激烈 每一次的舞台表演都是一次绞尽脑汁的努力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子却得知自己出现了健康问题 然而面对病痛的折磨杨子却没有退缩 他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往之前 他的表演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更是为了向所有人传递坚持和勇气的信息 当晚舞台上的杨子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 充满了热情和能量 他用扎实的演技将角色完美的诠释到位 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不畏艰难的杨子 观众们被他的精彩演出所深深吸引 整个场馆都沉浸在他的表演中 这次舞台表演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分钟 但杨子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却是深远的 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 身体的不适并不能阻挡一个演员的激情和才华 他用坚强和勇敢书写着人生的滑章 在这个喧嚣的演艺圈 杨子的勇敢和拼搏精神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舞台上的表演 更是激励我们战胜困难 坚持梦想的力量 杨子的表演不仅向观众们展示了他的才华 更成为了一段传世佳话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勇气打破了身体上的桎梏 成为了每一个人心中的偶像 我们要向他学习 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 都要坚持并勇往直前 让我们为杨子送上最真正的祝福 希望他的健康能够早日恢复 同时也相信他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会有更加耀眼的表现 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杨子我们永远支持你 加油 况且最近大家看了国色风华的最新消息了吗 官方宣布了主要演员名单 其中之一是我们的小仙女杨子 与哥哥李线哦 这则恋人心动的报道 瞬间登上热门网单 并引发热烈讨论呢 杨子和李线在一起出演 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杨子李线的此次二搭 源自五年前两人的誓言 回自2019年开始以来 Channel Ride这部电视剧广受欢迎 在其中 饰演韩山岩的李线 在娱乐圈中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他与杨子之间默契的演技 让粉丝们欣喜若狂 他纷纷成为了CP粉 然而五年后 国色风华又摆在我们面前 李线与杨子再度搭档 但是粉丝们似乎有些不满 因为这次李线只是扮演了一个 辅助女性角色 肖邦 这会不会有一些肖肖的曲折呢 不过大家不要着急 他们两个可是多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 Channel Ride播出后 每逢他们的生日都会送上祝福 他们的感情依然如当年般深厚 在采访中 李线曾表示 这种事得看缘分 但他以轻松的口吻 回应了五年之后 项目已经确定 但具体细节他目前保密 让粉丝们充满了猜测 不过李线大多数粉丝中 更受欢迎的是他的现代剧 但国色风华是个例外 有了S家节的李线在剧中 认为相信他的形象一定是非常出色 杨子和李线再度合作 不仅能够提高剧集的关注度 还能向观众呈现更多的可能性 粉丝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这部剧 毕竟只有双方共赢 才能实现最大的利益 好了 我们一同静候这部广受关注的电视剧吧 李线有过无数次精彩表现的时候 他的演技再次与杨子合体出演 相信这次作品一定能够制造新的一波 观赏潮流 不过当谈到杨子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是他出色的演技 还是他迷人的颜值 实际上杨子以其演技 与颜值的完美结合 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女神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他的魅力所在吧 杨子是同性 很多人都知道他演家有儿女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他在演家有儿女之前 还演了很多很多的龙套 我甚至有看到过一个采访说 大冷天的一喷一喷的凉水往身上泼 一个小孩子要多么喜欢 才能做到这种情况下还不放弃 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会有梦想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想想而已 而他不但去为之付出努力了 而且还坚持下来了 这就很赞 16年到18年 是杨子全往黑的一个高峰期 因为他演了陆雪奇 也因为他演了邱盈盈 不同的是 陆雪奇是因为觉得他不够好看 丑 邱盈盈是因为演得太好 导致很多人认为他是本色出演 当时有个粉丝说 杨子你不是下雪 不是胡香香 也不是吴若云 你就是邱盈盈 他那个时候想要得到流量 但是又没有做到流量 应该有的准备 他根本不知道流量 应该怎么发微博做采访活动 现在他知道了 他的团队 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下面有个回答说 杨子经常秒删之类的 其实很多都是发了 然后被营销号误解 然后才删的 这个阶段就属于 他不知道怎么做流量的一个阶段 固然和营销号黑他有关 但是他自己敏感度也不够有关 还有我记得是18年还是19年来着 巴玉兰颁奖里 杨子当时发了一个心灵鸡汤 大约就是关于努力的什么的 然后被营销号搬运说他没得奖不平 但是我当时记得 他的剧本来就没报啊 然后发了大约10分钟删了 我想说的是 杨子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都是很棒的 追星的意义在于 看到idol身上的闪光点 不只是一个漂亮的脸 搅好的身材 而是骨子里的坚强 稳扎稳打的磨练演技 面对肯定否定的不卑不亢 真正把演戏当使命 当梦想 当热爱 但是不管是怎样的他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寻根问底 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喜欢他 还是讨厌他 但是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 当然了 我们喜欢杨子 是因为这位年轻且才华横溢的演员 不仅用出色的演技 还拥有令人惊艳的颜值 他的演技精湛 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 都能够演绎的淋漓尽致 同时 他的外貌出众 拥有清新可爱的气质 却又带着几分独特的个性 这使得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女神 首先 杨子的演技令人赞叹 在他的作品中 无论是家喻儿女中的 聪明乖巧的墨小辈 还是香蜜沉沉 进入霜中的 坚强勇敢的凤炯 他都能够将角色演绎的栩栩如生 令人为之动容 他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情感变化 并通过细腻的表演技巧 将观众带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他的每个眼神 每次表情的变化 都能够打动人心 让观众为之倾倒 他的演技之出色 让人不禁对他的才华和专业素养 刮目相看 除了出色的演技 杨子的胭脂 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他用一张精致的面庞 五官分明且协调 他的眼神明亮 有神 弯弯的眉毛增添了几分俏皮 更重要的是 他那灿烂的笑容 能够瞬间点亮整个画面 无论是清晨可爱的形象 还是成熟魅惑的造型 他都能够驾驭自如 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他的颜值和演技相辅相成 让人看到他的时候 无法一看目光 杨子不仅在表演事业中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时尚界也广受赞誉 他时常出现在各类时尚活动中 每一次的亮相 都能够掀起一阵风潮 他的穿衣风格 视而甜美可人 视而帅气十足 视而充满个性 无论是华丽的礼服 还是简约的休闲装 他都能够穿出独特的味道 并引领时尚潮流 他的时尚品位 与他的个性相得益彰 让他成为了年轻人的时尚偶像 综上所述 杨子凭借出色的演技 和迷人的颜值 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女神 他的演技精湛 能够将角色诠释得栩栩如生 令人为之折服 他的颜值出众 拥有清新可爱的气质 让人有一种亲近感 他既是才华洋溢的演员 又是时尚界的代表 展现出了多重魅力 让迷童欣赏 他的眼睛与颜值 期待他在未来 更加辉煌的表现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